同時和廉恥心的價值,才能夠救台灣 民調的人來也給你賠償的名字 台青帝國來也給你賠償的名字 日本人來也給你賠償的名字 旧世伯的女兒來也給你賠償的名字 台灣的地名都受到貼貸 一招天子一招城,那些地方都會賠償的名字 現在我們要探求的就是要看我們原本本性 這個地名是怎麼來的 譬如說何蘭時代留在地名上應該就是台南左右 安平 因為何蘭人是用台南做經濟地 台南西這個名字 這個名字是賠償才有的 通緣市的台南分区 譬如說在這個荷蘭的文言裡面 我們在台南看著說現在台南西 可以說台南西這個佈洛 那當時的佈洛 的地方是賠償 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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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的賠償 安平富城的賠償 對賠償 我們現在想問 台南的地方是怎麼賠償 是啊 這賠償當然是中國漢利漢文的 那些意識來賠償 賠償 不然比佛祖還要賠償 他才會賠償 他才會賠償 如果這樣賠償 因為中國人賠償 對 中國人賠償 後來這個賠償 賠償 是賠償 那四人本來就賠償 那些賠償 那些賠償 你中國人隨便 跟誰說 那兩年就對了 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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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兩年 我們現在不可以想 怎麼想 賠償在那個時代 在四百五年前 那個偉地 他現在賠償的偉地 來賠償 因為那個偉地 應該是海賓 這是海賓 這是海賓 這是台港 來海的海賓 的地方 就是說 那時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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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的那時候的 那時候的那時候 在四百年前 應該是海賓 就對了 海賓 我們考慮一項 就是 是我們現在的人 他會把那個 佈落 叫作賈覓 就是 要確保那個理由就對了 這樣 那中國人的觀念 還是那個 公共事 就是我們看得到 一般的人 都說 那個說的 賈覓 吸水了 也是從哪裡來 為那個 什麼三部 對,我還不記得,我還要散佈了 發生養的時候,有來台灣放水就對了 來這裡出水啦,有來這裡加水啦 對,來這裡加水、放水啦,那是別的啦 沒有啦,沒有事情 你看到地理上就好像不一樣 那就是硬掰的,下下西洋啊 所以說這些地方就加,說這些就散佈了 其實我們再看看,現在和年時代有一些團交書 來台灣團交的時候,有一些地方的位 譬如說,我們現在在說什麼,西拉雅的位 西拉雅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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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位的問題 這是今天一個問題 台南的位 位的位 對 台南的位 今天你來講 對不對 對 西拉雅的位 西拉雅的位 對 如果沒有拆 他們就沒有拆 哦拆 對呀 拔聲就沒有拆 不拔聲 他們以太會把他們的佛洛的名字 讓他們沒辦法說的 沒有那一件事 佛洛的名字就是要讓它很順 跟我們叫什麼名字 上面就讓它很順 對 沒有那一件事 就是我看到荷蘭人的文書 它是什麼三階 三 它不是什麼三階嗎 它是三階 三階 我把它打起來是三階 哦 三階 就是三階的名字 對 是這樣才比較正確的可能 對 我就想不想這樣 是不一定啦 我不敢說是一定這樣 但是我是說這樣比較有力啦 這樣比較有力 對啦 三階 對 三階 如果說恰階 三階 這是三階 你給人家寫S嘛 三階 哦 三階 所以咻 咻 我們這樣看起來就是說 因為後來要跟他寫漢語 所以那個元氏的這個 這個 負面的意義 或音樂 什麼都會走起來 對 會走起來 那本來就是說 那時候說好人人為了要通知 為了要利用那裡就對了 要去那個小小小樓那裡 把那一步的人家遷照 那個平面都要遷照 遷照去哪裡呢 遷照去現在有做神話 我神話的就是在那裡 要說是神工師 換去神工 整個步都大千世 牽去那裡 牽去神工什麼 神工 那個地方是神工 鼻鼻很大的人 叫做人生去住的就是神工 這就是台語 對 民族都沒有台語 神工也有台語 我們現在不是說台語 可能台語裡面就是有鼻鼻做的 那是新工 新工 新工的新工就對了 對 那現在我們五次了 對 是古工 不是 我們現在五次那個工 對 工就是寫法 就是准在外的地方 就是准在外的地方 准在外的地方 就是港 不是這樣啦 我倆平和三幾位 還是現在我們台灣的台語 台語就是港 有兩個意義 是有他的意義 這個意義就是跟中國的港口的港 中央 港口的港 所以港是准在外的地方 就是港 但我們台語的港的意思 不是只有這而已 港的意思 原地的意思 港是所在的港 這港人 這港人 這個地方的港 會港人 會港人 南部的港 上港 我們還有一個正義 我們台北的山頂 有一個北港 在哪裡 南港又過去了 南港又過去了 北港 北港又沒有港 山頂又一個港 我的港 我剛才在那裡說 有南港 怎麼會沒看到北港 我沒看到北港 好好 今天 今天 剛才台開興階 第一次聽到 南港的旁邊 有北港 我以前想問台灣 北港 對 台灣北部有南港 北港在哪裡 北港走到北港去 在山頂 山頂 不是那個準的外港 對 北港的意思是北部 北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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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語有些話 他跟漢語 重疊 漢語的 特音重疊 譬如說 山 山 山就是 冠冠的冠山 冠山 那是台語的山 跟它重疊 所以台語的山 我怎麼說 冠冠的山 那是台語的山的意思 還有原來 原來不是那個意思 原來不是那個意思 原來是牙牙的山 我們那些人 我們那些人說 一步路前來 你要去山 做事 好 他問你 你要去山嗎 哦 我問你 野貓 台灣怎麼說 鴨鳥 什麼 鴨鳥 什麼啦 這鴨鳥 野鳥 這根本不是說野鳥 對啊 野狗 鴨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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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外面發的 外面發的那個灰 我們蒸的灰 外面發的灰 鴨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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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鴨鳥鳥 鴨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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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揚瓦去,揚瓦去,原本是揚瓦的意思 但是因為汉里的揚瓦來,跟這兩句一樣 在那裡還有一個仙啊,很多人叫國安仙 我跟我說不要叫仙 不是貴神器,貴神器他畫成仙,叫仙,貴神器 我唱了一本給我禮店,裡面有一句,仙 他叫仙,他叫仙,他用英文書的管理,結婚的人 喔,叫仙喔 結婚,結婚結婚的人,叫仙 其實他不是仙,他跟日本的仙一樣 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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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 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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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就賺錢,仙就被仙 所以仙畫成仙,仙也不能用就對了 如果我們還來又叫仙的,仙都很不好 對,所以仙工,仙工是藝術的地方 新的政討,新的地方 台灣人說駕港,駕港是這麼本地的,不是在香港來的 以前想問,有個人說是駕港,不是在香港來的 不是,駕港是駕人本地的 有的說,駕港是台灣會 駕港的台灣會,這不是中國會,駕港的台灣會就駕港 真的,真的就是駕港 對,所以我們在裡面,因為地名放下去 後來要用漢語來表達很多藝術、發音的照片 駕港,駕港是駕港駕駕駛,駕駛駛駛叫 原本這地方,現在好像變鄉俑,駕駕駛,還是駕洛駛 那個地方在何年時代以後做 離岸那個地方有一個地方叫大樓 大樓 大樓 大 一樓二樓的樓 大樓 大樓鄉 現在在那間什麼是大樓 大樓 我不知道 大樓我們一直想不想不想 那些有鬼啊 那些地方是怎樣 沒有樓的房子 大樓 大樓 大樓這個名字 金査樓 金査樓就是大樓 大樓 我在這個樓盤裡面 看一個文書 樓盤文書裡面 看著說 樓盤在下面 是大樓 大樓 還有大樓 大樓 大樓 什麼意思 對 用樓盤這樣 樓盤 樓盤不用說什麼意思 這個手段就是大樓 我看來給你 決定了 什麼 就是 劃盤 現在要劃盤 那要劃盤的話 那是劃盤 怎麼劃盤 所以劃盤 變成大樓 對 劃盤跟台東山 做大樓 劃盤 劃盤 變大樓 變大樓 就是 這個是什麼意思 然後變成你頭上撤去就好,像後面這樣算,不知道怎麼說的 因為我跟他打過,打幾次了,他一直說, 散佩了,散佩了,散佩了 你哪個叫,台灣人,還說台灣的壁名,代替,你就說, 阿,散佩了 啊,我知道,散佩了 不,你說沙地寮,沙地寮,山岔路,沙地寮 沙地寮啊,其實沙地寮啊,現在是踏樓的旁邊,那是沙地寮啊 那是沙地寮,那是沙地寮,沙地寮啊,沙地寮啊 沙地寮啊,現在沙地寮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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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地寮啊 人的寮啊,你作作寮,寮啊,寮啊就這樣寮啊,寮啊? 那些人 剛才說到就開了 當我喊裡面有結束 有結束 後天會離 後天會離 寮話就散了 寮話就散了 對啦 寮話就是老宅代表 對啦 寮話就是寮話 寮話就是放工具 寮話啦 放什麼地頭粉去就放那裡 叫寮 寮寮嘛 如果落後就跑到裡面美一個寮 對啦 那過來就是屏東 屏東有什麼你知道嗎 屏東喔 屏東剛才不是說大狗嗎 不是 這是大狗 大狗是過用 屏東 屏東過代的 屏東叫什麼 阿狗 阿狗 怎麼叫阿狗 這是什麼人好意思 阿狗的討論 阿狗的討論是在網路上 有的 現在比較少年的孩子說 說那裡就直接算狗了 屏東的地圖 屏東的地圖 這樣 從天上看下來 直接算狗了 所以才叫阿狗 阿狗啦 我聽到阿狗 阿狗 我聽到阿狗 就說 古早就有一生雞 沒有飛機的孫子 怎麼三八雞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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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就像我很曖昧 這樣 大三十 暗得不開心 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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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把你奧起來 你走在那裡 很涼 阿狗 原來的廟叫阿狗 阿狗 這問題是阿狗是什麼 阿狗 阿狗 交情 喔 交情 交情 鳥松喔 鳥松 鳥松香 鳥松啦 鳥松香也是阿狗 阿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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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 那個地方 那個 古早 就是那個 交情 交情 那是爸爸的地方 所以 那是阿狗 阿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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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廟棚 是日本人好的 喔 喔 阿狗 如果說 廟棚 阿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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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 一陣子說廟棚 他說廟棚 他說廟棚是過往南平 你呢 你呢 阿狗 我們坐車就是這樣 過往過了 過了 落車 還有多少車 就到廟棚了 廟棚是過往的 廟棚 對 大家都說廟棚 廟棚是過往的廟棚 喔 我怎麼知道 以廟棚的廟棚來說 廟棚來說 廟棚比廟棚比較南平 一家要廟棚 那些是廟棚 那些是廟棚 對 所以說 我覺得我們台灣的土地 真的 很壞名 不說自己本土生在這裡的人 叫了孫自己去賠名 結果就是 什麼人 你看什麼人來執政 什麼人 把我們賠了 本來很清晰的名字 我來說是阿狗 比廟棚更好聽 對 對 阿狗 有時候阿狗 就 你要去哪裡 阿狗 沒有 你哪裡 我哪裡 在南台灣 屏東 好啦 我們今天 我們台灣的 岩屬地名 如何由來 地名 古地名 如何由來 我們就說到這裡 我們 下禮拜 拜託 我們老師 繼續跟我們 討論 分享 台灣的 這個 後面的 跟我們台東 日本 花蓮子 這樣 今天就到這裡 免此心的價值 才能夠救台灣 吹灰星星更